中國大陸的一篇 這兩天 中國大陸一篇題為 每個人都能感受到 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的文章 引發震動 這篇文章由微信公眾號發表 被人民網 新華網 央視網等一線黨媒 罕見地轉發 很多人認為 這篇是風向標識的文章 文章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 由娛樂圈的亂象講起 說中國的娛樂圈難透了 如果再不整治 整個文化圈、文藝圈都會難透 文章指出 最近當局對明星飯圈的動作 顯然是一次政治行動 文章第二部分 由娛樂圈、橫向聯繫到當局近期 對大金融資本的整頓 包括螞蟻、阿里巴巴和滴滴 還提到共同富裕道路 文章說 這一系列動作都在告訴我們 中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 由經濟領域、金融領域、文化領域到政治領域 都正在發生一場深刻的變革 或者也可以說是一場深刻的革命 在這裏革命的說法 內人尋味 歷史文化學者張天亮認為 中共現時要革的 是改革開放的命 那這次革命的話 革命完了之後 結果回到哪呢 革了改革開放的命的話 等於是回到了這個 改革開放以前 就是文革以前 中共被稱為 權貴資本主義也好 或者中共搞的那種 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也好 那麼現在的話 準備全面的向社會主義回歸了 也就是向這個共同貧窮馬列主義的政黨來回歸 文章的最後一部分 提到中國面臨越來越嚴峻的國際環境 並聲稱 美國正在對中國發動生物戰 網絡戰 輿論戰和太空戰 並力度越來越大 通過中國內部的第五中隊 對中共發動顏色革命 第五中隊在這裏指的 是與敵方女應外合 在內部進行顛覆活動的團體 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表示 中共每當體制和黨的領導人 面臨絕境的時候 一定要發動政治運動 時事評論員唐靖遠就用一句說話 來總結目前出現的所謂變革 習近平他正在為與美國進入一場持久戰 要進行全民在思想領域 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個準備了 辯論文在哪工夫 深入食音 宮堂 方宮堂